唐州华光路58号位于吴山脚下 临近河方街 记者赶到时 现场搭着脚手架 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提升改造 联系了顾先生的父亲顾大伯后 他说自己爬完山 已经回到五楼的家中了 记者赶紧爬楼梯上去 顾大伯说 他让儿子查了查 发现有线电视欠费了 可缴费之后 电视仍然没有信号 等了快一个星期 他急得不得了 顾大伯说 老伴已经去世了 他每天必看1818黄金眼 赶紧让儿子打电话给1818黄金眼 在我们记者赶来前 原因已经查清楚了 赶紧让儿子打电话 原来他们提前马车里赶紧 赶紧让儿子打电话 他们4公斤把我拉了 他找来找去没办法的 他上面没办法接到来 嗯 这又帮你去生日的了 哦 咱们帮我去生日 领日线 嗯 起来两个钟头要下来弄了 嗯 咱们干嘛就算好的了 能看了 啊 能看了 哦 对不对 能看了 昨天我拿有电子看了 我看中间还是要赶紧社区了 社区 对不对 因为我说我儿子昨天到时候就去翻译 对不对了 社区肯定打电话给事工单位的 对不对 秦和方社区的工作人员刚好来回访 他介绍老旧小区提升改造 包括要把杂七杂八的线路都去掉 每户人家都加装一个弱电箱 估计是施工方闹了乌龙 把老人家里的有线电视线路给剪掉了 现场郭大波打开了电视机 没有信号 显示有线网络连接断开 社区工作人员和记者帮着试了好几次 还是看不了 记得建议拨打华数电视的客服热线 问一问情况 记者不放心 一直从央视一套往下调 看看每个台是否都能收到 刚才爬了一下五楼 记得老卢有点累 可看看顾大波 老人家精神绝朔毫无疲态 八个九岁 八个九岁 那你八个九岁天天爬五楼啊 天天爬五楼 那这个身体怎么这么好 我拿这里点 什么断点的 拿空竹 你看 空竹 对吧 哦 这个叫空竹是吧 这叫空竹 空竹拿号码楼 写地书 在地上写毛笔字 地下写毛笔字 哦 对吧 还有流星锤 还有流星锤 二截棍都有的 双截棍啊 二截棍 二截棍 顾大波还当场耍了一下 他说的二截棍 哦 这个二截棍啊 快快使用双截棍 这个叫二截棍 对不对 记着查了查 有一种说法是 作为传统的格斗兵器 正确的叫法应该是二截棍 比如类似叫法的 还有三截棍 九截鞭等 但周杰伦的歌 双截棍风靡之后 大伙就把二截棍 统一称为双截棍了 但顾大波 坚持二截棍的传统叫法 顾大波屋子里 有各种运动器材 有好几样 记者都叫不出名字 其中有两把宝剑 记者是认得的 顾大波每天都会去 无山一带爬山 写地书和锻炼身体 真的是劳有所乐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